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演第81回等 很多小品相声都有如此高的热度 所以北京卫视这次碾压东方卫视成了收视率低 但是网友和粉丝表示 没想到浙江卫视居然不是垫底的 当然 讨论度最高的还是要数关于肖战的四个舞台表演四套造型风格完全不一样 一人牵面 在这次的舞台上又看到了他的成长和进步 如果说东方卫视走的是温情舒缓的回忆风路线 一手一箱人和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带给大家的是满满的回忆沙 打的是感情牌 那么 北京卫视挑战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摇滚风格 对粉丝来说 当初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 肖战与那英老人的秋风给了大家第一次震撼 那么 如今与黑豹张奇的摇滚 把更深大层的肖战呈现出来 肖战内心重庆火锅般深埋的火烈激情 应是这个温柔男孩的底色 前进 挑战 突破 这些才是属于肖战的独有的标签 对于肖战的理解力 记忆力表示肯定 一点就通特别棒 短短的几个词语就足以看得出来 这次两个人的合作是相当默契的 而对肖战的称呼也更为亲切 战战两个字就像哥哥一样 对肖战照顾和喜爱 而肖战也在下神回复 表达感谢 不仅多个蓝威官媒推荐过这首歌 而且 黑豹乐队官博 同样也发布过这则舞台的视频 同样对于肖战在节目登场之前的练习的花絮 也在网上发布了出来 看得出来 肖战不管哪个领域 都是在不断地挑战和突破自己 而关于他在这个舞台上变唱腔这个话题 更是直接登上热搜排行榜 今日讨论话题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卫视的大年初一的春晚呢 肖战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